姜是我们日常的调料 除了拿来烹饪以外 其性质温热 适合入药来趋风散寒 市场上售卖的姜母茶 也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养生饮料 冲好分量的姜母茶块非常方便 直接加热水冲泡就能饮用了 在本地被誉为姜中之王的文冬姜 用它做出来的姜母茶 可说是味道更香 方圆百里都能闻到姜味呢 姜母茶是由老姜和红糖制作而成 用料简单 但是制作的时间长 一般要喝就直接买包装好了的 先少有人动手制作 而陈永和就是少数之一 用中文对答流利的他不问不知道 原来他是远嫁来马的越南人 因为思乡的关系 机缘巧合下 踏入制作姜母茶的手工行业 至今也有两年的时间了 其实开始的时候 我是做那个酱片来卖的 因为酱片是我们家乡的美食 我不是本地人 我是越南人 所以家乡的美食 我想把我的家乡的美食 介绍给每一位朋友 亲戚 没有想到他们就是很 很受欢迎 很受他们的欢迎 所以我觉得 一直以为我自己 只是发展那个酱糖罢了 没有想到 久了 顾客就问 我们这里也很喜欢喝酱母茶的 你会不会做酱母茶 酱母茶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很陌生的饮料 其实以前我住过台湾 住了三年 三年内 我就是很了解这个产品 然后台湾人 就是很喜欢喝这个酱母茶 然后你知道台湾 也是很出名的酱母茶的 所以从那时候 我就有切出锅 然后也是有一些了解 等到顾客这样问 我就是想 好啊 那我试一下 可不可以做到 那个酱母茶给你们 在研究的过程中 陈永和以不同种类的糖 和酱反复尝试 最终发现文冬酱 比普通的酱来得更辛辣 做出来的酱母茶 口感更佳 所谓的酱母 其实指的就是老酱 皮厚肉食 味道浓郁 作用也比较强 其实呢 以前就是有了解 但是比较没有酱生 然后从我开始 要决定要做这行业的时候 我就是在网站 学习很多知识 然后本身也是有去问 众医师他们 然后就是学习一下 教他们指导一下 然后我就是有些了解 第一要说我的酱母茶的那个成分 我是用的就是文冬老酱汁 然后跟那个红糖一起配置的 所以那个我的酱母茶的那个性质 它的性质是温热性 温热性的话呢 它的喝了过后呢 它的功效就是可以预防感冒 暖身去寒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体质有寒凉的 久而久之呢 会导致了那个手脚病冷 麻痹 还有呢 就是他很容易得到感冒的 如果喝酱母茶 可以预防这些毛病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长期的那个寒凉的话 会导致女生 很多是有供寒的问题 供寒一般上的那个表现 它的一般上的现象是 好像精通了 生理期的不舒服了 还有了 生理期来的不准时 如果你喝酱母茶的话呢 它可以改善那个 供寒的问题 就是变成暖供了 只供温暖了 然后呢 就是好像精通的那些问题 就没有了 据了解 酱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 因此在反胃时 来一杯酱母茶 可以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陈永和制作的酱母茶加入了红糖 还可以不屑养言 然后喝酱母茶是讲究时间的 比如是 如果是你早上喝呢 你会比较可以排毒啦 排汗啦 提神啦 这样 但是如果是你晚上呢 特别睡觉之前你喝啊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啊 就是会导致你第二天呢 可能呢 你会遇到燥热的问题 所以呢 姜 吃姜还是喝姜啊 最好就是 早上的时候 到中午十二点姜啦 不要太晚 只是要 了解 这样就可以了 了解到现在的人 讲求健康的饮食 因此他制作少糖的 姜母茶 为了避免使用 不新鲜的食材 他的姜母茶 需要事先预订 集齐了订单后 他才开始制作 我们这里去 跟东西很近了 所以一般上呢 我就是用新鲜的食材 自己去采购 或者邮寄一天就到了 所以呢 我在那一天 还是隔一天 就可以用完了 那个姜 就是很新鲜的食材 你可以从它的外观来看 那个姜一定是大片 大片的话呢 它种的时间比较长 它比较老了 那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从它的表面看到 它比较光滑 它就比较饱满水分 它的头那边 你不要皱皱的 皱皱的就是放很久了 然后你一熬下去的话 你闻的话 你不需要很用力地去嗅它 去闻它 它就是自动会有一股 那个香味啊 跳出来了 这样就是新鲜好姜了 根据他个人的经验 买回来的姜 如果洗干净了 一定要马上切 然后马上打成姜汁 不可以收酒 如果收酒的话 它会发出臭酸的味道 品质变了 也就不能拿来做姜母茶了 其实呢做姜母茶呢 我就不知道其他的卖家 还是工厂是怎样去做的 因为我是没有真正的 认真地去学他们的做法 没有白思 这个是跟我自个人的做法 然后根据就是我的体验 一般上如果可以做每一天做出来 七到八公斤的姜母茶 我要需要用整十六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从早上 早上就七点的时候 我开始一直做到可能第二天了凌晨一两点的时间 因为很蛮长的时间 然后它分为几个步骤 第一呢就是你选姜 然后洗那个姜 洗了过后啊 因为我们的机器不是那种 好像啊把大型的那个机器来打 可以打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切小 切小了过后我们就是拿它的汁 拿它的汁 然后配那个糖 一般上呢我们会熬到 小锅就是要四五个小时 大锅可能六七个小时 才可以完成了就煮好了 煮好了呢我们就是要给它冷 它冷了过后呢 但是不要冷到完 就是说冷啊 就是等到它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温度 就马上切 如果它真正的冷却呢 那时候啊又用锤子来锤了 它很硬了 所以啊那个过程啊 你也是要拿六到好 然后就是切咯 我们切粒 切粒了过后啊 在那个准备包装之前 你一定要给它冷却到完 就是确保每一粒都冷却 如果不冷却呢 你包装的时候 它会有那个水分在里面的 所以冷却了过后呢 我们才来包装 姜母茶块的包装虽然封了口 但是因为没有采用防腐剂的原因 只能维持在一个月左右 如果放进冰箱冷藏 则可以维持在六个月到一年 但建议还是尽快饮用 这样才能品尝到姜的新鲜味道 对陈永和来说 随着丈夫来到异乡生活是挑战 也是机遇 她很幸运地获得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才得以发展出自己的事业 虽然生意不大 产量不多 包装也不奢华 但是她每一次开锅制作都下足材料 以满满的用心 煮出一锅锅让人回味的姜母茶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